即氣塑膠管制已實施一個月 環保處酒房超過7000間食肆 包括多間主要連鎖餐廳 已有約七成專用非塑膠餐具 而5000間零售店、酒店、賓館 超過九成亦以按法例要求酒數 記者便進行街訪 了解一下市民究竟適應酒數未 其實一個月都習慣了 我覺得這個政策挺好 因為可以推動環保之餘 令大家對環保意識更加強烈 都不算很大 因為平時回公司買外賣 我都有一套節比餐具在公司 對我沒什麼影響 因為我自己都有響應環保 現在我們做了至少下一代也好些 我覺得還蠻環保的不錯 就因為現在塑料用太多了 沒有辦法分解 因為我自己還蠻喜歡木質的東西 所以現在三月來香港的時候 就已經有酒店把它換成木質了 我覺得也不錯,挺好的 普遍市民和旅客對於新發黎的反應正面 在日常生活也開始適應酒素 並減少使用積氣餐具或用品 有餐廳也表示 在新例之下有效減少積氣塑膠浪費 集團旗下有 譚仔雲南米線和譚仔三個米線 其實我們早在十月 其實已經推出環保餐具的行動 都有七成的食客選擇用自己的餐具 而放棄用積氣的餐具 Kent表示集團提早半年時間 在環保署旗下的綠色餐具平台 物色替代品 現時選用的木製筷子、紙張匙巾 均通過食用安全、內用程度等相關測試 雖然單價較塑膠餐具略為提高 但隨著越來越多客人減少使用積氣餐具 拉上補下整體的營運成本 也未有受到影響 整個集團其實很推行從源頭減費這個著象 自備餐具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這個在去年的十二月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小小的campaign 給客人去選購一套可重用的餐具 另外其實我們都會參加環保署的 《走索有賞》的一個行動 我們積極探討我們額外走數的一些容器 和包裝 這個一直都會去探討 亦都會陸續推出這個市場 退動走數不少得食客配合 餐廳都特別安排前線培訓做好解說 在實施走數正式的前一個月 公司已經安排了一些培訓給我們適應 包括這個運作流程 以及向客人解釋新外賣餐具措施 除了食市 新法例亦禁止酒店向房間客人免費提供 一系列的積氣塑膠洗售用品 記者都和一間酒店負責人聊過 政府要求的七樣東西 梳、牙刷、玉帽、棉花棒、水瓶、無浴爐 全部都改為提代物料 我們都找了一些代替品 例如我們有用水機代替了一些積氣膠瓶 亦都有用可以refill的沐浴爐、洗頭水和護髮素 Alex表示酒店的新措施實行首月 已經減少約3,000個積氣膠水瓶 以及5,000個沐浴用品細膠瓶 成效非常顯著 為了令外地旅客了解新法例 酒店亦安排服務員向每位入住旅客清楚解釋 前台亦放有環保署的中英文版宣傳單張 因為環保其實是全世界都在行的 大致上客人對我們改變的代替品 都沒有任何不滿意 亦都很接受我們新的替代品 最近發現大部分有些客人 都會自備他們自己用的物品 他們都不需要我們再提供這類用品給他們 走數滿月 業界市民旅客軍族佔適應 環保署會繼續進行宣傳教育 鼓勵市民業界一同走數 齊齊源頭減費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